嗨 我是張君寧 就是其實我常常也有 覺得很修年 然後好像在 當庭被人打了一巴掌的時候 而且好像 在我的人生中發生的經驗也不少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最容易 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躲起來 然後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 但我後來覺得 有一些很有趣的經驗發現 我現在還蠻喜歡 遇到這樣的過程 然後為什麼呢 就是我相信人到了谷底的時候 當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或者再更丟臉的時候 好像你就會 往上爬 然後會有另外一個改變 這種可以包括 怎麼說 舉例來說好了 我跟家人之間的情感 我們常常也會做錯事或幹嘛 然後如果當你 一開始覺得你是對的 你開始去語力爭 講話變成大聲 態度變成囂張 之後 突然風回一轉 某一件事情被發現了之後 證明其實你剛剛說的話是錯的 你必須道歉 其實這個事情 就是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小 但是當你在那個氣氛的點上的時候 我們的自尊心會把自己放大一百倍 你很難低頭去道歉 但是以我的經驗來說 就是很幸福 因為我有我的姐姐跟媽媽在身邊 像通常每次我跟媽媽吵架的時候 我姐姐就會打 因為我媽媽就會 打去跟我姐姐說什麼 然後我姐姐就會打來跟我講 講完之後她就會說 你要轉念 媽媽永遠是對的 或者是那一件事情我真的是錯的 她就會說 你得去道歉 然後我就會覺得 走過去跟她開口的第一步 那種感覺就很像我剛剛說的 臉仗紅 然後開始覺得很丟臉 但是又很不想說出口 但是你又必須說出口 但是以我後面的經驗發現 當我這麼做了之後 我去和解去道歉 對方也感覺到你的誠意之後 你們的感情就會更進一步 這個是在感情上面 我所謂的這種感受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印象很深的是 我在工作的場合 我被某一位很有才華 大家公認很好演技的演員說過 我不夠認真 我對我的專業不夠付出 然後她說了我一段話之後 我覺得我真的無地自人 我覺得我好像當下有一個洞 想要挖進去 就覺得丟臉死了 就是被我的對手演員這麼說 還是我的前輩 我回去的時候就覺得沮喪到死 然後我就開始想頹廢想放縱想放棄 但是經過了那一段情緒的紓緩之後 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我明天去見到她的時候 一 要麼她就永遠看不起我 二 要麼我開始做出改變 她感覺到 那會不會讓事情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就開始對於她說的東西 開始加強跟繼續努力 然後就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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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雖然沒有太明確的 讓她感覺到或者她直接的稱讚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殺青的時候她給了我一個擁抱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擁抱 感受的確滿深的 然後還有最近這近兩年 去年的事情 我演了一部戲 然後因為那個戲的困難度 我們找了表演老師 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我跟另外一個演員 還是算所謂演員裡面有經驗的 其他都是學生 學校剛畢業的學生 然後所以她就說要每個人上台去表演一段東西 我大概是第二個上去 因為第一個資深的上去完之後 我想想說其他都是新的小朋友 感覺我應該要上去 但其實我還沒有想到我到底在幹嘛 結果上去之後做完表演老師就說 這段表演是我看過最糟的表演 它是我們大學生 一年級在表演的時候 會表演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那天上課整個就是休年 然後你覺得自己爛透了 然後又是在很多心想心的 一些小朋友面前 我那天回去我也是很沮喪 倒了一杯紅酒 然後開始想說 好怎麼辦我要逃嗎 那我要怎麼逃 我是就不要再上好的課還是怎麼樣 但想到之後我就覺得 其實她說的是對的 就是這個她說的東西 在我身上表演的狀況是有的 如果我沒有遇到她 我沒有這個修年 我可能就不會反省這件事情 然後從那之後 我們依舊在上了十天的課 但是我就改變了 後來大概到第二天 上課表演的時候 我就被大力的稱讚 然後我其實就想到 還好我沒有放棄 可是也是因為前一天的羞辱 所以我有了機會正視自己的問題 然後做了一個改善 所以重上就是以生活感情上的經驗 以及工作上遇到的經驗來說 我現在覺得 偶爾遇到人願意打你一巴掌 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因為她讓你真的可以沉下心來 想一想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處事待人 或者你對你工作的態度 是不是出了問題 這些人其實是我們的導師 她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她是我的貴人 她幫了我一把 如果沒有她我就不會改變 所以不知道 你今天有沒有遇到你的貴人 有沒有 在很多人面前傷你一巴掌 我希望也相信 如果你可以打從心裡感謝她 明天的你就會變得不一樣 晚安 你會不會改善 你會不會改善 你怎麼會改善